当我把S7赛季故事 当成八卦讲给蛋大子听 给你吃个瓜你吃不吃 不吃 我在找好了的乐园呢 别打扰我 我一个蛋仔主播的瓜 还骗了超多粉丝 展开讲讲 我那个主播朋友叫耀星 耀星 你说的该不会是上次 跟咱们一起打巅峰 最菜的那个吧 这不重要 他之前有两个最好的朋友 一个叫卡罗 一个叫贝克 他们从默默无闻的小乐队 做到了现在 非常有名气的大乐队 这不挺好的吗 做大做强 但是耀星背刺了 他这两个最好的朋友 一个人远走高飞了 这人怎么这么贱呢 那他那两个朋友怎么办 他这两个朋友也是讲一起 尽管被背刺了 但还是将他们那一场 最重要的演唱会开了 演唱会少一个人咋开啊 这太简单了 他们用最新的科技代码 弄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那最后的结果咋样啊 最后的结果才是最精彩的地方 在演唱会的途中啊 舞台突然就蓝屏了 有星的代码被黑客入侵了 不断涌入出邪恶的力量 他说要创造出一个 黑暗的噪音世界 我那个动物 这怎么听着好像就在电视中 才有出现的情节呀 别打唱 这然后不知道怎么了 带马要星突然就失踪了 孩子的观众啊 一直在喊 假套 假套 退陈 退陈 最后啊 还是耀星的好朋友卡罗 站出来说 耀星被邪恶带马入侵了 他害怕重播负能量 让大家失去了梦想和希望 所以他很早就离开大家了 这是他被入侵前 录下的最后一首歌 他希望用最后的歌声 告诉大家 永远不要放弃梦想和希望 嗯 这是你哪一个发小呀 怎么这么伟大呀 就是他呀 S7赛 这个耀星 对呀 伟大吧 你打你个头啊 你敢耍我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啊哈哈哈哈哈